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面膜 面霜和摆满浴室价值上的 其他脸部保养品吧 但你知道 其实只要用自己的双手 就能有效拉提脸部 并改善肤色吗 我说的就是被称为KORUGI的技术 而且这种脸部按摩的效果非常好 KORUGI按摩法是由日本的治疗师 Kiyo Hayashi所发明的 这个方法不仅针对皮肤本身 也注重在皮肤下方的脂肪和肌肉组织成 你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脸上的脂肪会重新分布 导致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 累积更多的脂肪 此外 脸部肌肉会随着时间开始下垂 就像身体的任何其他肌肉一样 它们也是需要透过运动 才能保持紧实的 这些因素都会让你的脸 因为年纪增长而看起来有所不同 因此 不只是因为皮肤内的胶原蛋白而已 KORUGI按摩法可以紧实脸部筋肉 并消除皮肤下的脂肪 换句话说 它会同时针对我刚刚所提到的两个部分 在课程结束的时候 你将可以看出脸部形状的变化 但在我们开始这一套神奇的固定步骤之前 要先确认你的健康情况 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方式 因为KORUGI按摩法的强度蛮高的 需要在脸上施以相当的摩擦力道 因此你应该先考虑 是否有耳鼻喉咳的相关疾病 淋巴系统疾病 慢性皮肤病 或是否脸上有伤口 如果有以上这些情况 那么就不适合使用KORUGI按摩法咯 还有 在进行按摩之前 先咨询医生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伤到皮肤或肌肉 说了那么多 就让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 这个按摩方式需要七个步骤 先将手洗干净 准备好一些按摩油 并对着镜子看看你做的如何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脸颊拉提 握住拳头 将手肘置于桌上 把拳头靠着拳骨 手指朝内 让脸部肌肉完全放松 并以指关节轻轻按压雨上 保持这个姿势5秒钟 这是一个基本的程序 所以不用对这个如此简单的动作 太过惊讶哦 事情总是从简单的开始对吧 无论如何按压的时候可别太大力 稳稳地压住 但不应该要有疼痛的感觉 2.前额滑压 将头抬高 并稍微向后倾斜 再次握住拳头 以中指指节顺着发线按压前额 在手指按压时 脸部保持放松的状态 在不提高压力的情况下 将指关节滑向太阳穴 然后再到耳垂 继续按压着并沿着颈部向下 一直到锁骨为止 3.脸颊按压 双手食指紧扣 拇指直直地贴在一起 这个按压动作要靠拇指的协助才能完成 所以要让它们可以活动自如 将右拇指的指尖放在左眼的内眼角下方 靠近鼻子旁边 按压并将拇指向左 朝耳朵的方向滑动 移到那里之后继续按着向下顺着脖子 滑至锁骨 重复这个部分2-3次 现在让右脸也进行相同的动作 并以左拇指的指尖按压并滑动 4.复按前额 这个动作也需要用拳头来协助才能完成 把前臂靠拢 双手的手指朝向自己 将指尖放在眉毛略微上方的位置 按压并朝发肌线方向移动 现在将双手放回眉毛处 但这一次略向两侧分开并重复向上的按压动作 继续进行同样的动作 直到你的整个前额都以这个方式抚平过 5.暗柔眼部 再次握住拳头 看出来这个模式了吗? 并抬起眉毛 闭上眼睛 伸出食指和中指的指关节 然后用它们暗柔眉毛 你应该从眉毛的内侧开始向外移动 并让眉毛保持在指关节之间 6.脸部下方拉提 双手还是按照前一个动作的方式握住 握拳并伸出两指关节 脸部放松不要紧绷着 尤其是下巴的轮廓 现在把双手伸出来的指关节放在下巴 就在嘴角的下方 按压并将皮肤从下方 往太阳穴的方向向上拉提 稍微用一点力 但别忘了 不应该要有疼痛的感觉喔 总共重复这个动作7到8次 7.最终舒缓 现在需要舒缓一下 刚刚脸上湿力过的地方 对吧 打开你的手掌 将指尖并拢放于额头上 将手轻轻滑到太阳穴 再向颈部移动 最后移到锁骨 当你进行这个动作时 你应该会觉得紧绷感消失 重复这个动作直到脸部恢复放松的状态 这个就是脸部按摩的7个步骤啦 所以你想知道刚才到底做了什么吗 那让我来为你详细解说一下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KORUGI按摩法可以紧实你的肌肉 并让脂肪重新分布 使你的脸看起来更年轻 但这些都远远比不上它的最棒之处喔 事实上精通这种技术的日本和韩国达人说 如果做的正确 KORUGI甚至可以重塑你的骨骼结构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但事实就是事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 脸部的骨骼可能会略为一位 所以外表也会随之改变 据说KORUGI所做的 就是让它们回到原来的位置 让你看起来像以前的一样年轻美丽 偏偏如果不以全面的医疗检验 或是X光的检查的话 无法确认是否真的如此 所以就只能相信按摩治疗师的话了 无论如何按摩的结果仍然相当明显 而且除了重塑骨骼和紧实肌肉之外 还有更多好处呢 首先在这样的拉提和按压皮肤时 会使淋巴易流动 而且让脸上的浮肿消除 这也包括了眼睛下方的黑眼圈和眼袋喔 其次由于做这些动作 你的血液会加速流动 而这对你的皮肤很有好处 要让脸部看起来健康红润 良好的血液供应状况是必备的条件 这也有助于让脸部 获得必要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 你知道它们是由血液所带来的 所以让你的血管好好运作 是你能为脸部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了 第三 当皮肤因为拉提而流进适量的 淋巴易和血液时 会变得更有弹性 弹性通常归功于胶原蛋白 就是没错 但你并不需要到商店购买胶原蛋白的面膜 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 你的身体会自己产生这种蛋白质 你只需要让它活化并发挥作用就可以了 KORUGI按摩法就能做到这一点 而你的皮肤很快就能消除皱纹了 事实上如果你每周至少做一次的话 甚至可以摆脱更深沉的皱纹 表情文拜拜咯 最后KORUGI按摩法有助于重塑你的瓜子脸 食物观看起来更立体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皮肤会开始下垂 使你的脸型轮廓变得模糊 你每天比较少动到的脸部肌肉也会变得松弛 我们都知道当身体其他肌肉缺乏锻炼时 会发生什么事对吧 脸部肌肉也是一样的 因此当你施力按压并拉提皮肤时 会将它们唤醒并开始运作来帮你改善状况 因此就算年龄增加你的脸也不再下垂 并让五官可以更长时间维持原本的模样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如果脸部在按摩第二天出现疼痛的状况 请不要太惊讶 这是你的肌肉因为长时间缺乏运动的常见反应 继续规律的做这个按摩法 保证脸部的疼痛就会消失咯 那么你想尝试一下KORUGI按摩法吗 请在留言区中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请给这个影片按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但是嘿先别急着离开 我们还有超过2000个有趣的影片供你观赏呢 只要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下之后就可以敬请享受咯 继续留在亮生活频道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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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